我有两只手机 一只谈公事 大部分时间都拿在手上 一只月泡用 放左边口袋 这样绝对不会出错的 我喜欢生活津津有条 我讨厌出错 每天早上起来为猫女儿 检查兰化的状况 以及运动 我帮产品写台词 帮艺人写参情文 我是幕后的超人 是的 从小我就很会玩不代谢 所以手指很灵活 女人们很满意 我也满意 偶尔半夜会有 十万伙计的语音留言 简单的 他们会自己急救爆炸 后面另有引擎 有难度的 就会找我 通常听到十万伙计的留言 我会听两次 分析对方的急迫重点之后 我会开始扫地 插桌子 然后先不回电 这跟我收到蓝掌寄来的新花 或者在角落突然发现 有颗花疏于照顾 烂根要急救是一样的 我要善善地附送 太多爱会死 不要浇水 不要浇水 以控制自己 惊慌失措过多的爱 是的 因为过多的爱 我养死过很多颗蓝花 以及毁灭一段婚姻 人们总是有很多的烦恼 想过去 想未来 我的回答永远都是 我们 只要处理 现在这一刻的事 只有现在 我喜欢赢 在各种方面 赢的方式有很多 逼对方说对不起 是一种 可以让对方在心里面 重复亏欠地说对不起 才是赢的最高端 唯一不会跟我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的前妻 她总是尖叫 总是到了约定的时间 也不带小朋友回国 对我情乐 这时候我会告诉她 除非带小孩回来 否则就领不到赡养费 然后她会尖叫 接着咄咄逼人地 数落我过去 不断约炮的历史 然而在这段婚姻中 我只有约炮 精神上 我没有一次出轨 永远不慌不忙的男人最迷人 代表我有余孕 余孕就是 有多余的可以分享给别人 金钱 时间 感情上我也有余孕 所以经纪人刘姐说 我的绰号叫镇定记 是 我知道我看起来像大事 但其实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自己要失控了 养兰花跟条件 是一样的 一周见一次面 就像兰花的栖息地 不必天天下雨 干干湿湿 欲望的根 才会因为渴望 我在黑暗的土石中 探求水源 然后 绽放 欲望刺激生物活下去 所以我需要约炮 想要约炮的人 总是带着欲望 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不像那些令人尖叫的社畜 在脸书上的抱怨 约会APP上约炮的人 总是带着笑容 追求幸福的 哪个女人会在交友照片里 白肤臭脸呢 就算前妻叫女儿 Lorraine打电话给我 说其实 是她自己不想回来 我也要带着微笑 去见今晚跟我月炮的女人 那个职业 是高中资讯科的老师 小绿 这三个月以来 我和小绿差不多变成顾炮了 我们常常不定时地见面 有几次刚见完面 隔天她就会发讯息来说 想吃好吃的鹅肉米粉吗 我带你去 我很知道 这是她独特的撒娇方式 别的女孩可能会说 我饿饿 但她却会说 我带你去 然后我开车 我觉得女生们很有小心机 都会先聊说 谁谁谁上岸了 谁谁谁变成顾炮了 然后轻轻地叹口气 也许等我的结论 那我们固定下来好吗 但是谁先讲的那句 我们固定下来好吗 就输了 因为会得到我一句 我们现在这样很舒服 然后扯淡几句后 冷静下来 不再约她 但小绿聊完 谁谁谁上岸之后 自己会接下一句 我们现在这样的状况 很舒服 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当美人鱼不好吗 干嘛上岸 这就是她值得赞扬的一点 让人很舒服啊 就算你真的认真地 跟她交往不成 她大概也是会 很轻松地跟你说 看吧 我就说我们就是没办法吧 啊 没关系啦 就是那种 不只是做爱的那种舒服 有关舒服这件事情 我是一定做得到的 有时小绿露出的表情 像是很迷惑 刚刚那是一场 很舒服的心爱吗 因为她总是会问我 别的女生高潮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我又怎么知道 对方高潮了 我知道她没有真正的高潮 那让你最爽的那一次是谁呢 她说 她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是好久好久以前 学生时代的男友 在于那次 她和她的男友 以及她的闺蜜玩了三批 那男朋友太爽了吧 两女一夫 原来不是 她的闺蜜 也是男的 她说每个人 都要有两个情人 一个爱你的 一个你爱的 那是一个让人听了 很想睡觉的梦 她每次跟我做完爱后 都会说一点 一点 一点的跟我说 像是连续剧一样的梦境 bullshit 就可以 刚才陈连续剧一样